以下节目只表达主持人之个人意见 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想品味有意 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坊间风评 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那说起Johnny Depp 其实我最近都在看着 很多新闻都有说 因为他现在是在美国那边 Johnny Depp和Emma Hurt在打的那宗 Defamation Trial 那些叫什么诽谤 诡谤 诡谤 毁坏了Johnny Depp的声誉的一个诉讼 两方面的诉讼 就是之前有的 在英国那边打过的 英国的太阳报 就说Johnny Depp是什么有问题 他是一个打女人的男人 报道上的标题这样写 Johnny Depp就告他比方 所以当时他两夫妻都要去英国那边 出庭作证 当时他是判了摆数的 在英国法院那边的证据 可能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 就算Emma Hurt有打你 你也是有打 打回头 或者你是还击 太阳报说你是一个打女人的男人 这句是没错的 我意气结德 所以其实他是不成立的 这个比方的罪名 这次在美国那边 就真的告Emma Hurt了? 是的 因为Emma Hurt他在网上一些平台 准备写一些blog那样东西的时候 他就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其实有很多地女说的东西 就是可能我当时离婚 但是我当时的前夫 就常常对我什么什么 动手动脚这样 刚好当时就正值这个me too me too的风行的成果 好像没关系 但是当时Johnny Depp是没有了很多的演练 也就是当时迪士 可能打算拍第六集的《加勒比开道》 所以会找Johnny Depp 但是因为这件事就没有了 就是Johnny Depp他这边单方面这样说 也不止了 如果你再看Johnny Depp 是因为这样 现在还在《荷里活》不见了他 是的 其实他之后的电影 也变成了在欧洲那些节拍 他的情况比较惨点 这次他们那宗官司 是在美国那边审讯 比较有趣 他是一个公共询 全程录制的 你是可以在YouTube 是可以看直播的 是的 直播直播着看的 我有看一些的 我没有看完 但我也觉得很疯狂 因为他一上庭就五六个小时了 不停地连续几天 每天五六个小时去寻 是很疯狂的 其实我会看到 我忍不住 我也忍不住 按下去看看 我会说什么呢 当然了 其实我英文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想看 轻轻了解一下大家说什么 但其实他每一次的作风 都是一些很零碎的事件 可能是证明对方的口供是不真实的 令到法官不信任他的口供 那些 其实也很夸张 其实每天七个小时 我们今天是星期日 昨天是星期六 反正我们正在录制的时间 在这两天 花生友才可以休息一下 因为那边法院是不错的 但是他一渐都还在开直播 所以很夸张 你想想我们平时 现在他的新闻都开始出 就是说 Johnny Depp 说他的细致 然后Ember Hurt 说什么细致 那些新闻 真的是抽到极度精华的部分 那个测试是 他有请Johnny Depp的老朋友 请他姐姐 Ember Hurt的前助理 然后请很多人 逐个逐个去说 然后每个证人 在看他的审讯一两个小时 他说其中一天 Johnny Depp 他不是找律师跟他说 他是自己申诉陈词 然后他自己出去说说三个小时 我觉得很厉害 很厉害 他在证人庭里说了三个小时 就是说他跟Ember Hurt 怎样议见 然后中间发生过什么事 在婚礼之后发生过什么事 说完可能在哪个派对 之前Ember Hurt有说是打他的派对 他就说可能吃药 表露王伟 把自己的最深深的私隐 全部弄了出来 真的弄了出来说 是啊 真的是揭屎底里 那种程度 我觉得有另一个很吸引的地方 就是在诉讼里面 我发现Johnny Depp的朋友 他就上去做工 那个是挺好笑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有啊有啊 是的 那就是一个女的律师 我不知道是代表女方还是男方 总之就问他 关于你爱Ember Hurt 那些东西 他就叫他很细节地去描述 你怎样爱爱他 然后他个朋友说 那个朋友还没在面上 咬喱一下 你会不会两边都答岂 或者咬喱她 那个朋友就说我不是欧洲人 我不会咬喱 哪些人都解模� 我想他那个 我只聽到這一段 但我想他應該是想說 Joyne Depp這個證人 不可信 但我覺得這些都很少 我看完之後 有沒有必要問到這麼細節 好像很無謂 我很少看這些公開試 但其實是很頂的 不像你看劇集那些 阿傑純法官大人 認真一點的 沒有那麼戲劇性的 那些律師是會問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方的律師就會很頂的說 他說的話好像很無謂 我要object他 然後法官說 你再想一下 他的object是堅持的 很普通聊天 他們真的 瘋狂聊天 而且是瘋狂object 我覺得這個問題沒有關係 講到這個object 我記得是 不知道Joyne Depp的律師 就講一些證供 或者講一些發表的意見 那些人的 講完之後 Joyne Depp就可能 看一看Ember Heard的律師 你要什麼objection 問他 類似的 是呀 你不objection他嗎 然後Ember Heard的律師 就說 我objection 他這段沒用的 就是類似的 大概 我不是很清楚那個內容 經常發生的 即是他五六個小時 然後他會提對方 是呀 鏡頭就拍住Joyne Depp Joyne Depp在那裡 躺在那裡 在那裡笑 然後就看一看對面 律師 你要否objection 問一問他 我覺得這個好笑 他在這件事裡面 這些正經這麼悶的事裡面 帶了一些歡樂 是有趣的 我好像有些少少 即是最近笑報劇 但我都會 在那裡敢不敢看 看少少 看一段 沒有那個時間去看報劇 當然你也沒有七個小時 去看這個訴訟 那我當然不會很用心去看 但我會覺得 原來他們在審案是這樣的 你看少少 你也會覺得 挺過癮的 你了解了 深入少少 真實的訴訟 情況是怎樣 多數我們都不會經常進出 始終我不是做這一行 我想搞絕也不是做這一行 我覺得挺過癮的 又令到這些無聊的事 又加了Johnny Depp 我覺得 都挺有趣 在這些這麼悶的情況下 Moti說 有一幕是Johnny Depp 叫Amber的律師 重複Dirty Talk 重複他的Dirty Talk 神經病 我覺得都很棒 當然大家有時間都可以去看 有些人現在YouTube很多 我只是看那些 他剪了一些精華出來 就看看 我看一些評論 他們都說 其實Johnny Depp 就算之後真的拍不到電影 也好 其實他寫一本書 你拿回這件事的心路歷程 那些版權 其實都夠用的了 甚至他說 這個故事 根本你可以拍一套電影出來 電影不行 拍那個 那些叫什麼 Docue Docue Docue也夠棒 看看找找Nephes 可能找其他 Nephes的Docue就差一點 不可能太融化了 他又要V2 又等著 那你換個角度去看 其實Johnny Depp 是被人虐待那個 怎麼說呢 我自己的立場就是 我覺得兩邊都有錯 但是就不應該 Johnny Depp自己一個承受 這麼大的 可能懲罰也好 什麼也好 暫時都還沒搬 但是他已經承擔了 你想想 迪士尼沒有 華納沒有 他要到歐洲那邊拍戲 美國荷里奧已經不受他玩 我想他現在也有骨氣 他在庭上面都說 如果迪士尼給他3億 給他 找他拍攝Jazz Barrel 他也不會再拍 我也有某個原因 其實他真的不想拍 一來一來 那他也要 有骨氣少少 日時迪士尼真的找他拍 3億01000萬 可以嗎 那我就說 好吧 他已經有影響到 在這兩三年 這幾年的時間 他已經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是Johnny Depp粉絲 老實說 我也是 我會覺得公平一點 你女生那個 還可以在美國本土裡的電影事業發展 或者還有戲拍 接下來都會上 公平一點 我自己覺得 有興趣的話 觀眾 因為最近我除了看他的公開試 外 就是找一些專家去研究他的表情 微動作 去看看他是不是說謊 很多這些分析 他就會去評 Johnny Depp 上庭的表演 以及Emma Hurd 上庭的表演 找到他之前 16年 他也是有一個試驗的圖片 他也可以找到 他就逐個跟你說 究竟他的行為表徵 是怎樣為止 一個殘忍的行為 你有興趣可以看看 他沒有明說 究竟是Emma Hurd 說謊還是Johnny Depp 說謊 因為他也有一點大頭盔 他就說 一個人 如果他很努力 即是他本身說的是真話 但他很想說服你 他在說真話的時候 其實他某程度 都會有一些 殘忍的行為 可能有幾個可能性 但那個專家 我看完 解了很多點 Emma Hurd 有說 可能有幾個殘忍的行為 Johnny Depp 也有 但是Emma Hurd 誰比較多 對 誰比較多 我就不在這裏說 你自己上網自己找 雖然我剛才差點說出來 哈哈 哈哈 我真是勤死 哈哈 哈哈 我很容易爆響 哈哈 也很公道 有興趣 也要上去看看 也很豐富 太多了